没有搞错啊 喝着我在男主身边就摔不倒呗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你娶我 你神经病啊 你注定就是要跟我在一起的 沐少这里好热闹啊 冷少 你这已经是第二次登门拜访了 不知有何贵干 我来 自然是找沐少聊生意 你先出去 我不知道 您和牧师有什么生意好的 我有一和牧师合作 一起完成送市的海外订单 冷夜还会这么好些 我知道 肯定是他的复仇献剧情 之后 绝对会拉扯出一大堆水情节 让我没法直接大结局 真是的 在天宠漫画里 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认真的走剧情节 那个 洛青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看乔秘书 又不见人影 所以 我得给两位总裁 端茶倒水啊 你们聊 不用理我 沐少 沐少意下如何 冷少 你好不容易拿下这么大一笔订单 怎么会突然又想和牧师合作呢 沐少不用这么抵触 商场上 没有 沐少 我怎么没见到糖啊 我的咖啡从不加糖 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说实话 交货日期将近 我没 冷少是喝茶还是喝咖啡啊 我什么都不要 洛小姐不要再问了 好嘞 我没有什么把握 有这么大的出货力 再者 我真是个小笨蛋 不如 我带冷少去医院吧 我一点都不疼 还有 宋小姐不断私下找我 言辞中 都是对沐少的关心 我就想 不如和牧师合作 三方共赢 沐少不用担心 我有什么别的企图 这里 是我的诚意 洛青 我不是故意的 洛绍 合约的事情 不必急于一时 我就不送了 洛小姐 不是说要带我去医院 我 我又不会开车 不如冷少 自己去吧 这就是 陆事的待客之道 洛小姐不去想办法 偷私章保命 其他心思倒是不少 我 听不懂冷少 在说什么 洛小姐狡猾 激诈 当然是故意破坏我的计划 怎么 这么想保护沐南辰 我保护他 做什么呀 因为你想嫁给他 是 为什么 我们到了 该走 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说过 三天后 绝对给冷少 一个满意的答复 现在才第一天 不是吗 洛小姐上次要我杀了你 这次又是嫁给沐南辰 为什么你每次解决问题的手段 都毫无逻辑可拥 为什么你好像知道很多事 为什么你一直在说注定 到底谁来注定 为什么你一定要与我为敌 为什么 我要交给沐南辰 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 总之 洛小姐的事我不怪你 你有你的事要做 我也有我的 如果我挡了你的道 那也只能是这样 反正很快就能过去了 这不是问题的答案 我要嫁给沐南辰 那当然是因为 因为我喜欢他呀 为什么 我有点难过呢 冷少没有理由在牧师大厦 带走我的人 牧少说得对 我自然不会带走 牧少的人 我刚才都听到了 什么 原来你喜欢我 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 好 既然你说得这么诚恳 我又不愿意用婚姻来交换宋氏利益 我答应你 和你结婚 这也行啊 好 那我们明天就办婚礼 明天 怎么这么着急啊 当然是因为 你太帅了 我都等不及了 可以理解 南辰哥哥呢 他怎么没有来 他没有理由拒绝这次的合作啊 牧少没有拒绝合作 那真是太好了 恐怕宋小姐的心愿很难实现 南辰哥哥 洛青 你怎么又来纠缠南辰哥哥 你不要这么跟他说话 凭什么 咱们结婚虽然仓促 但是不能没有求婚仪式 还挺讲究啊 这就是原本的求婚剧情吧 我真的成功绕过了中间无聊的情节 直接推进到了结婚大结局 我真是个天才 南辰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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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知道我从小到大都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只能爱你当妹妹 南辰哥哥 只这么他可以得到你的喜欢 明明我们才是一起长大的人 你为什么眼里从来都没有我 这女配的台词怎么断了 你看看我 我们才是天的 你不会再等着孟南辰拉你 才会起来吧 有意见 怎么不说话 有这样子